今晚开战吧 小贞啊 相信现代人 很多人都背过这些诗词 像这个唐诗诗词 每一首都有他这个赞叹之处 对 但时至今日 如果我们稍微把它修改一下 是不是比较符合现代人的心声 对不对 有一首叫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体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之多少 怎么看 然后就有人把它改成 春眠不觉晓 处处蚊子咬 夜来发掌声 蚊子使多少 这样改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其实现代人可能处处蚊体鸟 也都听不到 对不对 隔音庄 除非你到乡下大自然环境 但我小时候也背过一个 那我就要来考考你要怎么改 少小离家老大回 相应无改并黄虽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刻从何处 这个我以前听过有人改过 对 她说少小离家老大回 相应无改而肉满堆 老友相见不相识 敢问胖子你是谁 夭壽喔 对 现在人因为营养太过盛了 胖子是很正常的事 也是比较符合现代 对 所以观众朋友 到底经典才是曾俊勇 还是说早就过时 大家都看了 对 像我这种经典的过时 什么是经典很经典 就是一个行业的精髓 代表性之作 然后通过时间的考验 一直到今天 都还流传或受到大家的喜欢 大家好 我是第一代的情报站 特派员希杰 好久不见 好想你喔 对 当观众回味一代 希杰之前 这个播报的情况 对 那希杰播报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看他们两个 打一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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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感觉好不好 没有 她原来就是 悬姐 悬姐 不要讲她是个姓吗 我们都要抓姜丁了 抓姜丁 不是 没讲话 没讲话 男人闺蜜的姓吗 认不下去吗 是吧 节目当中当然有好看的 音频要给呈现给大家 对 对 对 希杰今天来是有任务的是吧 没错 我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我们Sava的百大经典品牌 大赏的投票活动已经开始了 其实我们主要是要宣传 这个永续经典的这个精神 所以欢迎大家到Sava的官网来投票 然后有机会可以抽中很厉害的奖品 刚刚这来个节目宣传太适合 因为你就是经典啊 我 我哪有经典啊 拜托 你在这个台语歌坛上面 是占有一席之地 是一个经典的 但是我试唱国语是真的 对啦 那真的是经典 那首是真的 真的好进 你又有放球 球赛什么的都会一直看到你 对 不過希杰今天提到的经典 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 按照慣例也要介紹兩邊的來賓 到底今天的來賓有沒有夠經典呢 來 我們來歡迎新世代年輕人 我真的就世代的老朋友 真的是經典 這兩位經典 這兩位經典 太經典了 照顱哥也是我們演藝圈的 算是經典人物 對啊 不要這樣講 我們三個還在一起 我們三個居然是童年 童年 剛年 我們都六八年的 六八的 真的喔 而且今天我們請這邊 舊時代的 戴這個經典的東西 你看不約而同都穿上了黑皮衣 真的耶 我以前拍打戲就這樣穿 隨時就打扮 因為我是皮衣二十年了 現在還不會破流行 而且我也喜歡它有彈性 看不出來 真的 也沒破 沒有 好啦 每個世代 都有他們心中認為的 就是經典或是流行 今天就來看看說 新世代到底對哪一些經典 是有共鳴的 或是說他覺得 拜託你還在講那個 都過時了 唾棄 所以一開始要問一下大家 就是會掛上經典 絕對就是萬靈不敗 值得當傳家寶的收藏保留嗎 請舉牌 當然啦 當然啦 像有一些品牌的經典包 這就是一張 一定要保在一張 對 對啊 經典有可能是一部影片 對不對 對 也有可能是一首歌 我們剛剛講的 對 或是一個設計 甚至一句台詞 你看周星馳的台詞 或是廣告的slogan 對不對 對 或是你現在剛剛廣告歌也是 你說幹嘛 乾抱又是 還有什麼 對 對 那只要我喜歡 有什麼不可以 六分鐘 還有康喜正帶我最愛 對 很不可以 再靠近一點 靠近一點 對 很不可以 靠近一點 靠近一點 對 如果你是我的高雄同學 我是你的高中老師 老師 很久了 以前看擺在擺在中間 都是這些廣告好不好 好 手上有這個 歷久不衰的經典用語 來 第一就是 是洋蔥 我家的洋蔥 就是剛剛講的周星馳的食神 OK 空虛 寂寞 覺得冷 也是周星馳的酒品芝麻官 關門放稿 也是啦 那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曾經擁有 這一定是手錶廣告 大家一定都知道 對 喜歡嗎 爸爸買給你 對 很久了 這個熱鬥廣告 對 後來也改變成 經典用語 真的 那這一些你們都聽過嗎 年輕人 其實有耶 怎麼辦 全部都有聽過 很經典大家都已經聽過 而且像周星馳的電影啊 每一年 就也不用春節 有什麼鞋日爸爸轉道 都還會再看一下 龍翔巳 還有茶雲板耶 嗆蝦的 然後大家也都會用 像前陣子疫情的時候 不是有一個超商版方唐靜嗎 就是因為店員勸他說 要戴口罩 然後他就不戴口罩 他就在超商門口這邊 我進來了 我進去了 我進去了 對 就很鏘啊 對 今天細節在又雲比較多 什麼 什麼 不敢開 不要挑起我們 良性競爭 對 除了電影台詞啊 廣告台詞之外 這個每段時間都會出現一個 經典的用語 對 對不對 那你喜歡哪一種呢 就是剛剛其實 都有提到一些經典用詞 然後我跟Eason Eason Eason 看起來比較衰的 對 這個Sircus Eason 就是我們 因為錄廢墟節目嘛 不知道為什麼 露露就開始講一件 很老的老詞 所以我們從 差不多2018 2019年 就開始玩 什麼是老詞 老詞的定義就是 你聽了會覺得 好尷尬喔 很彈這種 超彈的耶 彈 彈 彈彈 彈彈 彈彈很老啊 像是要跳舞 還有那個 然後手一下這樣 對 三條線 彈彈 彈彈 對 對 還有你好可愛 可憐沒人 對 生命中就是一些 那種 沒有營養的東西 這個才會快樂 沒有營養的 沒有營養的 對 還有什麼 拚拚 聽你的拔噗 拔噗 對 聽你的辣肉 對 然後我跟Eason 的訊息就是從 2018年就一路玩到現在 像這邊有沒有 我們就有什麼老詞 罵人罵自己 別人不管你 有耶 然後 老詞 小戲鬼喝涼水 喝了涼鬼變魔 喝了涼鬼變魔 小戲鬼喝涼水 那他前天講了一個 我沒聽懂 是我們搭11號公車回家 這個我就沒 走路啊 是嗎 走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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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沒聽過 11號公車啊 所以 所以你們年輕人沒有講11號公車嗎 我沒有聽過耶 我們這一代是有在講 我們這一代是有在講 11號公車 對 我沒聽過耶 完全沒有耶 我跟你真的是 你們兩個可以這樣聊天 我覺得也滿厲害的 因為這兩個真的夠老給夠無聊 但是就是如果有得分的話 我們就會有種莫名的優越感跟快樂 直男的快樂很簡單耶 你是不是看不懂 我看不懂 自己爽了 我真的 我對不起 我們雖然贊同一排 但我不懂你 你剛剛也講得多 你剛剛也講得多 你剛剛開錄 你講得很多 對 對 這個都說我小時候了 對 這個有 沒有 我們看他 看他到底懂得懂 對 看我的一下好不好 對 看我的一下好不好 剛剛講過了嘛 對啊 就是我身邊真的還是有人會講 然後我就會嚇得到 想說 你講話這麼old school 然後我就會說 你這個詞有點透露年紀 很棒 應該是70 我們70 那現在年輕人會用什麼詞語 我覺得2000年後的人 根本不會講什麼很棒 炫炮 沒有 炫好像也是舊 炫也很舊 那現在是講什麼 現在講什麼 你們年輕人 我那天有聽到一個什麼 他們不會說要確定 很確 要確 對 要確 確 對 還有這個啊 我們以前小時候看那個 紫禁之天 真的 真的 我真的有朋友會講說 要打去練武士打 然後我就會 哇 你這也透露年紀喔 對不對 因為現在好像很偶爾 只有那些短影音會突然 懷舊的時候會拿出來 拿出來講 但是其實大部分的 2000年過後的人還是不知道 我跟你說 剛才你們說去 上次有朋友問我說去 我說沒有 我沒有確診過 我不知道去要幹嘛 你去的嗎 我說我沒有去啊 他就問你確定對不對 要去的嗎 對不對 莉莉姐姐 那你聽過最新的詞是什麼 最新的詞喔 因為我很好笑 上次我朋友 我們本來約吃飯 在純訊 傳傳她說 烤煦了 我說我們要吃火鍋 為什麼要去烤煦 她跟你說烤煦 她就很氣 就傳個影片給我看 就好像 是不是一堆精神這一堆進來吃我 例如會演花蓮 經營 又好像找 kiş 他就力氣 我才知道 我沒K也是啊 我沒K 不哩咕... 男生相姑 你也... 男生相姑 很久了 姐 好多年了 懶受相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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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 沒事 然後我覺得其實 周星馳有很多非常經典 但周星馳你應該OK啊 我OK啊 因為像譬如說 我們在傳 她拿很難吃的東西 我說妳這個是 那個海嘯伴不服嗎 妳知道嗎 妳知道嗎 等一下 你們知道吧 我知道 我知道 什麼殺人於無形 什麼無益無悔 是那個什麼 家庭 必備良藥 殺人滅口 必備良藥 還有那個周星馳的經典語 用到現在 小強 那是小強的油奶 小強 對 以前我們大家都講蕩蕩 對 那部電影大家叫小強 是嗎 是自從他叫小強 是 自從他叫小強才變小強 你說經典多好 對 對不對 我朋友有時候跟我說 他說 講一些聽不懂話 我說 地球危險 你還是會火星吧 少女九星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太經典了嘛 經典還是捲 對 經典還是捲 對 那希姊對這些講話 也愛用經典 台詞包裝 妳是真的又愛又恨 我覺得有的時候 真的不能亂用 像我之前就是工作上 有遇到一個同事 然後我們就是在溝通一些事情 那因為就是對方 犯了一點錯 然後我就建議說 你要不要去跟那個 就是第三方 就是稍微道個歉 不然這樣子大家以後很難做事 然後他就傳訊息 就跟我講說 然後我當下想說 你要確定 對 你要確定 對 你要確定用這句話 我說超尷尬 可是我瞬間 腦海就是飄出那個 偶像劇的歌 我想說 所以你是要我去陪你去看 流星雨 我陪你去看 我陪你去看 流星雨落在這地球上 太高了 拖在我肩膀 對不對 超尷尬的 是這樣跳吧 我記得是這樣 真的超尷尬 然後還有一次就是 我跟我爸有的時候聊天 就是我也會用一些 就是現代人會用的一些字 然後像是包括那個 比如說要去啊 他就聽不懂 對 然後這邊就是我剛剛 我用了這個 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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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擦擦很久 擦擦很久 這樣看就是一個笑臉有沒有 對 然後我爸還 我爸還特別回誤 我說擦擦是什麼 歐阿利啊 最近他還不知道擦擦是什麼 然後我還要跟他解釋說 正看是一個笑臉 他應該也還是看不懂 就算了 他就你讀 我不回 你讀什麼 不過我講真的 就是說現在的資訊這麼發達 剛剛講說什麼BBQ了 其實對現在來講 也是有點老了對不對 就是要流行的 一直串得很快 對 所以講真的有時候經典 又被流傳下來 也是滿難的 不知道還有哪一些經典 讓網友覺得特別有共鳴的 我們問一下 希傑還是又雲 又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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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報戰大調查 今天由特派員又雲出擊 透過LOWIE AI大數據 搜集網路討論聲量與關鍵字 帶您掌握最新趨勢 馬上來看一下 我們就根據LOWIE AI大數據 關鍵引擎 我們到底來看一下有哪一些 蜜蜜酒迷心的經典 是網友們認為永遠不會忘記的 好 首先看一下朋友網上的 第四名 就是經典的遊戲機 人氣不減 而且復刻發售的時候 照樣熱賣 好 這個網路聲量 有22927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小時候最流行的那種 Game Boy機 有忘了就分享說 每一次小時候只要 人手一台Game Boy 你就是全班最趴的那個 然後現在就算有出新的復刻版 或是有一些做那種歷史 類似那種造型 造型機什麼之類的 用那種Game Boy的模板 還是有很多人搶著要 另外排行榜上的第二名 就是從前大紅的巨星 到現在依舊魅力無限 跟第五名港片流行的台詞 到現在還是人人都說得出口 最有17441的網路聲量 好 就有網友在這邊 跟我們羅哥大告白 他說呢 怎樣 自己的媽媽的是 羅時風的超級鐵粉 從以前是歌曲的時候 最到現在變成人氣YouTuber 那個影片是一看再看 看到爸爸都吃醋了 你看看 羅哥你抱了多少孽 好啦 她爸爸是誰 我跟她講一下 每個人比得過巨星是不是 時代中的經典中的經典呢 真的耶 你知道我現在發什麼 底下就會有一個 我愛羅時風的人 然後一直在發你的影片 真的還假的 你在我各式各樣的發文底下 對 謝謝這位網友 然後他的名字就叫 我愛羅時風 真的啊 真的是你自己去留 我愛羅時風 我養個小鞭啊 不好意思 不過大家不要這樣 吱嘻哈哈好不好 我跟你講 現場有一位 影歌是三七的巨星 坐在那邊隱隱發光 對 經典中的經典 我們剛剛到現在 他非常的安靜 沉穩 對 他不講話 人家以為他是 對 你這個有點害過 對 你粉絲也是一個比一個狂 講到經典 先講昨天中午的事情 我昨天去KTV唱歌 我們點的台語歌 中午 中午就點KTV唱歌 怎麼會是中午 人家老人 我現在在年紀 我現在在年紀唱歌都唱中午 唱中午 喝中午 晚上就直接回家睡覺 就不吃了 現在昨天唱的歌 都唱羅哥的歌 我們都得到 真的 不能說我坐在這裡就說 不 也不像我騙 我最愛他哪一首歌 榮樹夏 還有 山廣紅紅 好 還有那個什麼 再會甘一杯 好像都跟你沒關係 沒有一首 都沒關係嗎 你都沒有關係差不多 沒有一首是我的 他在哪裡 對 再三五次還是什麼 那你會唱自己的歌嗎 我會播給他們聽 我這樣直接 燒我歪的歌 對... 他播到那個之後 十五年前我就有出唱片 不過你那時候的粉絲 也是滿恐怖的耶 恐怖 我跟你說 講這個 這集到現在 心還會為之一震 有沒有一震 我們那個時候 理事到誰 被那個電極電到 類似... 現在講起來 還會 額頭會冒一些汗 微微的 你就知道這個多恐怖 跟黏絲 不是 應該沒問題 還沒那麼快 這什麼 我倒汗 你真的那麼高 你還是也有 但我不是現在 我可能過了... 那個時候台灣 台灣應該是沒有這個東西 在內地有 他們叫做一個作品 做起來一個叫做 十字秀 就是把你的照片放大 然後去做一個那個... 對 貼出以後 再用針線 這台灣有 只在台灣 台灣會有做這個 只在旁邊會有 搭兩個黑色的 前面很多花 這個內地的迷彎 這個有 行進很常放 你要知道 秀我這一副 我半身高 就大概有120 120乘以90 這麼高 對 很大 賜這個十字秀 要半年 為什麼 這個不是用機器秀的 要一針一針 針線秀的 所以它秀的顏色 就是要原來照片 對 出來的一模一樣 當時我拿這個時候 我想這只是照片放大 有什麼不及 沒有 他說你仔細看 唯一仔細看是說 這是線 紅的 你把它縮小 他們以為你很喜歡 而且你再仔細看 你的背心是不是 他應該是拿去烘的 你太小了 剛剛的出道 造型嘛 年輕啊 吵啊 他應該是拿去給人家弄的吧 怎麼樣 你沒有粉絲 你在嫉妒我是吧 不是 你怎麼可能自己在那邊弄的 真的自己做 他做了半年 然後我去內地 我們做見面會的時候 他就送上來給我 這粉絲你沒工作啊 對啊 不是 怎麼樣 怎麼樣 沒有粉絲 不要一直在攻擊我們 本身 自己本身就是個公益師 應該女的吧 女生 大不然做這個都女的 我的也是女生 但是女生 我最愛 所以你這一張要好好留著 以後你真的到景情聽的時候 你可以用啊 這景情聽 你不要好好保留 不要好好保留 就這一張 而且這個用完可以跟你一起燒掉 我們可以到台來坐兩位 兩位不屑屁的話 照片先給我 好不好 半年以後 各送一副給你們 我本身很有心 都很有心 不只啊 這個有心算什麼 還有更有心的 在他的右手上面 刺一個愛心 愛心裡面有刺一個平字 這個很痛耶 所以就愛平的意思 他願意為了愛我 去忍這個痛啊 真的假的 所以當時我看到那個 因為他相信愛平才會贏 你們都敢弄歪掉 人家就是愛我 不知道該怎麼辦 抓不住我 所以把我的志 刺著他手掌 這很像恐怖情緣 這是我只是不好意思 你們沒有粉絲 不要再去攻擊 好不好 你們是只能讓我看不起你啦 好不好 我們格局太小了 對...最重要是 因為每次會去 在這個粉絲見面會什麼的 有的就會偷偷地站在我旁邊 拍照的時候勾著我的手啦 或者是站在旁邊 都不講話的 我就會問 都走得差不多 我問你怎麼還不敢回家 趙哥 其實我還知道 有一個地方還不錯 我們要不要晚上我們兩個人去 我看你去 我看你去 要笑耶 通常這個話 要笑 真的 要笑 所以通常這個話一來的時候 馬上就上頭了 會暈嘛 有那麼漂亮的女孩子 願意這樣子你知道 都是很年輕的 可是我們都沒有做這個事情 我們都會說 你去嗎 你去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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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被他被掉咧 沒有...就像麗菁姐剛剛講的 你那個去了以後 後面會發生什麼事 你自己的事 不知道 所以通常都去 所以你會覺得有時候 幸好我們守得住 如果守不住的話 你知道第二天可能 就拜拜了 就要拜拜了 還是要把持住啦 對... 你這個是在景形聽那個時代的 對... 那為什麼其他兩個 都沒有這種瘋狂的人 對啊 我不知道 他們兩個可能... 他們兩個有他們自己的事情 什麼事啊 我是沒辦法 那吳尊在追星這一塊你也是 你有在追誰 我在追... 我以前很愛就是 因為以前男生都會覺得說 就是潮流 然後他又長得壞壞帥 你是喜歡看他的片子還是... 就像我現在身上穿的這個是他復刻的 這個叫荊棘系列 就是花花的 那我是檸檬荊棘棘嗎 荊棘 荊棘系列 對 他除了荊棘系列 因為荊棘系列 因為荊棘系列 而且他很多這種中國風的東西 那其實我是一個很喜歡中國風的人 就我覺得... 你連壽衣都買啊 對啊 因為我喜歡那種他的絲首系列 就是中國風的 那因為我覺得中華文化的底蘊很順 所以我很喜歡就是中華文化 他很多很多 他還有那種牛仔外套也是這種中國風的 這很有設計感耶 就把他變年輕了 你真的很愛耶 你同樣的版型 你買三個顏色幹嘛 還有... 對,你買三個顏色幹嘛 三個顏色 你買三個顏色 我還好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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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袖 長袖 你很瘋耶 四個顏色 對,包色了 你錢很多耶 對啊 我在這上面 那個時候我大概算了一下 應該有一台國產的 就是我... 好幾十萬啊 對啊,就是這個褲子也是啊 這褲子也是他那時候很經典 然後因為我都喜歡買他們以前婦科的東西 包含身上這件衣服、褲子 然後還有...當初還有這件褲子 然後這件褲子是當初它很經典的 那時候好像賣到三、四萬 真的嗎 對 所以它裡面的那個都還不太一樣 對,它是...這件叫黃金破壞 它就是...都是黃色 它還有銀色我也有買 在那個時候 金銀、銅 我都有買 你是包色王 三、三萬 真的好有錢喔 而且有些東西是 你現在已經買不到了 恐怕一條要十幾萬 是耶 什麼啊 什麼啊 我只有十幾萬 不要... 就不如去買一個包 還比較好 對啊 買不下去 但有一些人就是像他這樣 會很熱衷這種中古的東西 對 然後我還有追... 我以前很喜歡還有一個就是 一個經典的電玩人物 叫音速小子 然後就是我從小 因為那時候去台北海洋館 好久遠喔 超久 台北海洋館的對面有賣電動 那時候我就看到 音速小子這個遊戲 我覺得好像滿有趣的 後來我就說我要玩 然後回家買之後 玩了之後發現就是欲罷不能 然後一個遊戲玩了二十幾次 就是全破之後再玩 全破之後再玩 全破之後再玩 就一直玩... 玩到就是全部都可以把關卡 順利的背下來 哪邊會有什麼... 哪邊會有什麼... 到後來就開始會收到很無聊 好瘋喔 從以前就開始收到東西 然後甚至我後來加入田徑隊 是因為我很喜歡音速小子 我說我要跑得跟他一樣買 就是一個中二的想法 然後我就加入田徑隊 一直練到現在 然後所以也買了很多 它的今年收藏 這邊應該只有我收藏的 十分之一而已 然後很多都是收不到的 這音速小子 對 雖然它放了有點久了 然後有點斑駁 所以我... 但是如果沒有打開 我就也沒有清 你這個在日本應該會滿有市場的 日本人好愛收這些喔 古董市場 那這個應該有收藏價值 你會不會增值喔 而且... 你網路多啊 賣給日本人 不行啊... 這個是不能賣的 這個要跟我一起到時候 就是... 沒辦法 要塑膠的 對喔 最後給大家看這個 PS4 不是 好大喔 這個是一個... 因為它是SEGA公司 所以它有一個... 日本 這個 好精緻喔 那其實這是SEGA初代的主持 對 好精緻喔 好精緻喔 這個很讚耶 這個很厲害耶 它這個很酷 這個很棒耶 SEGA 對 這個... 台積會有這種聲音 這個你一定要好好的保存 真的 這個很讚耶 這個很讚 好讚... 你可以不要這樣捧它嗎 好... 有一點奇怪 不好意思 還好它捧得不是自己的相片 有一點奇怪 這個你要好好收藏 這個很酷 對 這個很厲害耶 那如果說哪一天 它真的漲到了一個二十萬 真的 賣掉了嗎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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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 你還在那邊說說不會 這樣跟我一起嗎 對啊 我覺得SEGA那個收得很好 對啊 那個算滿經典 好像那個也是限量 對 麗菁姐 你也有在追星 有耶 其實我很早出道 我大概17歲 就到香港去接洋服從班 對... 然後可是我從以前在學校 我就有一個 到現在還是很經典的 我像 劉德華 我第一次喜歡他 神雕的時候 超帥的 神雕 她的神雕 我有看嗎 神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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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所以我那個... 那時候在學校念書的時候看 你應該有看過 不要笑 不是 劉德華本人我當然見過 對啊 因為那個時候以前 我剛到香港 然後第一次 因為以前 就是我們演藝公會有一個活動 然後那天就兩大桌就對內 然後剛好劉德華坐我隔壁 偶像 超帥 她那時候最帥的時候 就是那個... 他拍那個什麼九零神雕殺戎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他在我旁邊 然後我記得 就是一個對內的一個演唱 然後我們這一桌還有 還有 還有 然後劉德華剛好坐我旁邊 成龍有沒有 成龍有 有喔 那時候我就記得 那個成龍大哥來 就說 我先唱 然後那個劉德華就說 請就說你先唱 但是我覺得 他讓我覺得 這個見到偶像 更喜歡他是怎麼樣 從頭到尾一直幫你夾菜 他自己一口都不吃 劉德華 對 我新人 我那時候才18歲 剛過於香港 他說你多吃一點 我就說你為什麼都不吃啊 從頭到尾不吃 他那時候剛轉韓當歌星 你記不記得 他說我不能吃 對 所以他由頭到尾 一口飯都沒吃 一直熬到他 他還是壓軸味 那他也是那種 保催餓唱型的 他是壓軸最後一個 就是餓了 對 最後一個上 他餓到上去唱完 然後下來就跟我們 乾紅豆沙就糖水 所以我從此就覺得說 他不愧是我偶像 他真的成功是有道理 而且那是我個新人 他還是這麼照顧我 所以我覺得他是 永遠的偶像 永遠的決心 沒有退流行 沒有吧 因為當時的時代 天王都不會退流行 對 到現在還是這麼的 但是他真的是讓我覺得 非常非常認真 照顧晚輩 然後真的是很多 其實我後面在拍戲什麼的 我都會學他做人的態度 我覺得他給我影響很大 有點的偶像 對 還有這邊就是 我當時是沒追星 但是以前我都跟曾子丹 任達粉 對 就是元彪他們一起拍 對 我的第二部戲就是 對 所以我覺得我是很幸運 就不用追星 我都跟很多巨星一起拍 近距離 可是在香港演藝圈 是不是競爭滿大的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拍 你看這邊 什麼李嘉欣 對 都有 都是大咖 對... 迪龍耶 迪龍還有任達華還有元彪 我跟元彪 元彪最多 元彪最多 對 所以剛剛趙哥說 跟大陸的那個 我也借了很多刺繡 然後有時候他真的晚上 有些人很熱情 有些男生也是說 你待會兒要去哪兒 去哪裡 所以我後來都是習慣帶著 女的助理 跟我住一間 然後這樣出入女助理可以擋 對 比較好 對 那趙哥是沒有助理 沒有 後來我就 他讓他擋 沒有 後來我也就乾脆 帶女助理會比到方 你... 你... 你帶女助理的用意 好像跟他不太一樣 不是 我帶女助理 帶女助理擋女粉絲比較好 你帶男生的話 怕如果肢體上碰觸 對啦 被人家誤會也尷尬 但希傑的不好是 也是電視圈的大前輩 那大前輩有在追星嗎 有... 余凱爾大師耶 真的耶 對啊 玫瑰之夜啊 只做人嘛 只做人耶 黃金白檔 師弟... 師弟... 他爸爸 他剛剛對你講話 不是很客氣的 對...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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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瞎了我的狗也 瞎了我的狗也 好了... 可以... 希傑想要講話了 要講話了 沒有 他最近就是 其實他都滿常跟我分享說 就是他還是很喜歡聽以前的歌 因為他覺得以前的歌的歌詞 就是比較經典 你爸現在幾歲 我爸現在七十... 他屬龍 七十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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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八十龍 是... 快八十龍 對 然後那個就是 反正他就是會強調說 他覺得以前的歌就是比較 能夠被傳唱 然後比較有意義 所以他像前陣子 他就是去追了 五百 五百 高雄場嗎 沒有 真的 然後他還拍照的歌 我看 我想說 你好厲害 感覺你爸應該是要追 貝毅清啊 蔡芹這種 他也會去那種 明哥演唱會 他習慣 對 因為可能跟他當年 對... 可能都是他工作的夥伴 什麼潘悅玲啊 這些 對... 然後我自己的話就是 追那個 但現在他就沒得追啦 安市奈美會 可是你知道我覺得我沒有後悔的 就是我追到他 隱退的演唱會的台北場 真的喔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到處拜託票 最後我還是去找我爸幫忙 就拜託 都需要兩個發票 這個...這個需要問 對... 這可以問 對 然後我就... 結果你爸沒有撈鬼 沒有...他真的兩張票 然後我們還做前排 我跟我同學 然後... 對 可是因為他就是 規定不能拍照 所以就是擅長之後 我跟我同學 就留在現場拍照照 然後那個演唱會的扇子 我有留下來 這個也是經典啊 這個一定要 這個一定要 對 而且是整場哭著聽 安市奈美會之外 那所有人就好像 美少女戰士是不是也很留意 有... 我就是從小 就是每天放學回家 五點半一定要準時收看 一定要... 讓細心懲罰你 然後前面... 我要帶著月亮懲罰你 對... 然後我就有一整套的那個 美少女戰士的漫畫 黑白跟彩色都有 這個是整套 而且你們知道嗎 就是它彩色的劇情 跟黑白版是不一樣的 它在哪兒 對 就是電視上播的以前 我們電視上看的卡通 它是...就是彩色版的 是卡通版本 可是它其實黑白的 才是它真正的就是... 那差別是什麼 原版 故事不太一樣 比較暗黑嗎 故事架構不太一樣 然後畫風也不同 然後我連他們的周邊都有 周邊... 就是他們會有出那個 限量的周邊的商品 這個是... 那個好像鋼鐵... 沒有 這個是它的變身胸身 對... 這個變身胸身 對... 然後它是那個耳機的那個 好看... 對 然後還有那個手機鏈 就是... 那個手機殼的品牌出的 限量的手機鏈 真的 然後我都不... 我都不捨不得用耶 對啊 你都還沒用喔 都捨不得用 對...很好看 然後他們之前跟那個彩妝品牌 有出聯名的彩妝 有嗎 他們超愛聯名的 對... 對 就一起 那這個百大經典 SAVA這個是... 我們要去投票嗎 還是什麼 對 就是再跟大家 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SAVA的百大經典品牌大廠 其實我們就是要傳達一個 永續經典的一個精神 就是像我們生活當中 剛剛大家講到的 不管是吃得用的 或是歌什麼的 其實都是一個永續 因為它一直被流傳嘛 它就是一個永續的精神 對 那我們SAVA辦的這個票選活動 其實網頁上面 也幫大家整理出來了 也滿多的經典的品牌 對 所以就是歡迎大家來投票 再從這些經典品牌裡面去投 就是 對 然後選出你認為你心中的經典 對... 面向都有 還有兩名還沒公佈嘛 又有麻煩一下 好的 最後排完完上的兩名呢 我們看一下第三名 就是用 傳統的水晶肥皂洗衣服 成分單純又便宜 這網路額量有三萬六千九百三十八 有網友就分享就是說 他覺得就是媽媽都很喜歡用一些 老牌子的東西來 就是譬如說家電 就是要用大銅電鍋 而且用到多誇張 有些都他用了三十年 不管怎麼跟他講 他都不願意壞 因為他說那些東西 新的都無法取代 沒有這麼好用的 好 那最後排完完上的第一名 到底是什麼呢 經典款的球鞋 連年輕人都愛 復古款式 袖算是現在穿的也都很好看喔 只有八萬七千五百一十五的網路聲量 好啦 有網友就分享 就自己男友很喜歡穿牛仔褲加白T 那男友雖然長得不是說太帥 不過身材確實還不錯 所以呢就常常說 穿起來就非常的有型 那有一次的男友就很姿勒 就對著鏡子說 寶貝你看一下 我是不是長得很像劉德華 那他呢就是 好啦 遮住臉 其實還滿像的 好 那無論呢 多少發明都無法取代的老東西們 是不是歷久不衰的代表呢 不是嘛 你看你們男生很常 逼我們講一些沒禮貌的話 對 會不會說像劉德華 一直逼人家講當話 沒錯 不要問這種問題 對啊 但有些經典穿搭 確實是非常的經典 但這些你們看得懂嗎 我跟你講 有些看得懂 有些看不懂 我今天有帶來一些 這一件是我阿嬤 年輕的時候的外套 好看喔 太簡單了 真的耶 因為我跟妳講 因為它花色很潮 可是它本來有個超大電尖 這還有沾一點醬油 請忽略醬油 我可以套給大家看一下 你把電尖拆掉 因為它帶電尖太大了 經典就是電尖啊 我不喜歡電尖 不行 經典 電尖才會有那種復古的感覺 可是因為我喜歡落尖 真的不好看 我現在把以前那個電尖 對啊 它有電尖 我有電尖 對 因為像譬如說 像我阿嬤這一件 它這件有電尖 我就看不懂 它這個裡面就是有一個電尖 我就不行 這個可以把它拆掉 對 因為現在其實有很多西裝 在復古也會有電尖 對 然後還有這個就是 這也是我阿嬤 那個時候 這個真的很阿嬤 這個就是他年輕的時候 但他那個時候覺得很漂亮 就是他有一些秀 一些金線 這很高貴 其實那個時候穿很高貴 但是現在穿就是 派體的時候的感覺 不會啦 其實這個我覺得你配個那個腰帶 然後妝髮應該還有 真的嗎 像這個我就覺得很讚 而且它還有口袋 這件 真的 這個衣服現在都還有啊 對啊 感覺好像男女都可以穿 對 這個滿中性的 你是不是又要包色了 包色 包色 媽媽衣服都會穿 媽媽穿給我的 那天去日本買了一個古著 也是老的那種 這種顏色的Polo的外套 我就覺得好有味道啊 是真的人家穿過的 是真的人家穿過的 那現在很流行 對 但是像譬如說 有一些流行可能是不是 就是舊世代的人 比較看不太懂 像譬如說 你現在舊世代是朝那裡看 對不對 對啊 我跟你們講 你說我們舊世代 其實我們三十年前 就流行那種 那種比較寬大的那種 Oversight 我們Oversight 我們那時候 就有褲子啊 寬大的啊 對啊寬大的 然後那個腰一定要綁到這裡 高腰 現在又流行 但我想問就是 因為像我身上這件 就是我阿嬤或是我親戚 他們看不懂的褲子 我以為又是你阿嬤給你 我小阿嬤還可以 阿嬤還可以 不是 因為這件就是 可能現在像那種韓團 女團褲 等一下 妳可以變短褲嗎 它可以 拉掉就變短褲 對 可是因為我就不敢穿去 比較有親戚的局 就直接很好看 不會啊 很好看 可是親戚看不懂 他們就在說 你到底是DECO還是DECO 還是DECO 對 就他們就會說 這到底是短褲還藏過 他們看不懂 妳就說妳不來人 我就說 現在BLA PINK都這樣穿 對 那妳像他這個也是 妳阿嬤他們看到 一定會覺得說 把他補起來 對... 對... 過年都不能穿這個 真的... 所以你這樣搞得好像 你好像沒錢買褲子 對 有著長輩會這樣講 過年更要穿 他就會包更多紅包給你 對 沒錢 但趙哥這件補衣是很值得買 因為他就是不會退流行 對啊 他這種是西裝式的皮 對... 他這個不像一般的那種 什麼拉鍊式 你不用勉強扣 這ZARA買的 應該扣得起來 沒有關係 有扣得起來 這是ZARA買的嗎 什麼ZARA ZARA買的 對啊 我想你比較費用 不是嗎 來看一下這個牌子 公司的牌子 這件叫多少錢 監託阿媽妳 不是啦 不是啦 這一件當時在穿的時候 說實在 買的時候七八萬 你們有看到嗎 我們有看到 來... 我臉忘了 不是啦 不是啦 你為什麼 GINTO GINTO HERMERS 我臉忘了 這個是在百貨公司 專櫃才有 這件買多久啊 這一件就快近20年 那時候我在做幕後 做... 做自製片的時候 我看不出來耶 因為我每次都保養得非常好 我記得五年前的時候啊 有... 有藝人看到我穿這個西裝式的皮衣 因為不好買 他要給我出價 你們猜看他出多少錢 七八千塊 對 七八千塊 沒有 Z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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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八千塊 兩萬塊 三九九九 可是這件外套 真的是買得值得啊 因為你現在那麼多年後穿 還是很像紙袋 對啊 很像型的 所以你要保持得非常好 最重要的是 這個皮帶 這個大牛哥應該有見過吧 這個經典啊 這是什麼 這個多棚的皮帶 你現在還會用這個嗎 對...現在還會用這個 你現在用Dupon皮帶這個很老耶 以前我跟你講 還有那個Dupon 直接把它放在這裡 真的嗎 對... 我今天有帶 1比1的拉武器 隨便 要拿好 De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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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會生氣 De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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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經典根本就這樣 就一分前一分 一分前一分 你一一的話這邊也是很難 對啦 對 經典不敗 像我這一件也是二十年了 然後這一件我要講一下 這一件是那個 羅伯卡卡巴利那一件 羅伯卡是不是 吞吉達克羅伯卡巴利 生氣喔 這一件是那時候我要買 它說是 所以秀華 好看這件 這件真的 它的腰身 真的很美 很好看這件 然後你看 這件也大概十幾年 我在美國看人家也這樣穿 然後那個鞋子也剛好 然後要穿那個靴子 對 穿靴子 很美 這個那時候定價二幾萬 我也是買打折還要十萬 還有阿湯哥 像這一種皮衣 然後各種顏色 就這種 Bike的這種皮衣 對 後面還有印花 這個都已經大概 十五五二十五 這個很有年代感 對 十五五 這個如果騎重機很適合 對 有鉚釘 你記不記得那個 Tom Cruise那個飛行外套 有 當時 然後這個你看 就算現在這樣穿 也不會覺得 不是 但重點是 你這些經典很經典 但也要身材現在穿得這樣 對 你看 就是因為身材可以維持這麼帥 然後像這樣 年輕時候的衣服 二 三十年還可以穿 完全都可以穿 這很小件 好厲害 這個十五年 所以我覺得 那個皮衣就是一個很經典 不敗的環下 真的 一輩子一定要收一件 好的西裝外套 我的皮衣 我的有一衣櫃 我的皮大概有三十件 三十件 對 三十件 我都是那個季節變化 然後就開始搭配不同的皮衣 過年穿紅色 那個心情好穿桃桃 各種顏色都有 然後主婆的時候也要穿紅色 過年頂紅包要穿紅色 對 衣很好搭 不過雖然我們今天的主題經典 像這兩位都是經典人 三位 沒有 三位 大家說同一組的好不好 不過經典 所以會變成經典 就是沒有被時間打敗 是 所以我們大家都要好好地 珍藏這一些時代的保障 沒錯 我們要好好珍藏你們這些 沒有被老擊敗的經典 沒有被老擊敗的經典 然後要記得這個 嫂娜的經典大賞 大家要多多去參與這個活動 上次投票 謝謝大家的討論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上我們的粉絲團 來按讚的投票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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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